各位可以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篇信息 一定要把這三節放在一起看 單看民宿記第十章 你很難說那麼多 當然你可以靈異的去說它 但是就著字面來說 讀聖經最保險的 還是先講究字面 但是感謝主 還好有四篇六十八篇 幫助我們用一整篇 來解釋民宿記第十章 三十五節和三十六節 那更好的是什麼 有以福所第四章 第八節到第十節 保羅在哪裡告訴我們 這裡的升上高處就是升天 所以剛剛才說 既然興起是指升天 那回到呢 保羅沒有告訴我們回到 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是呢 既然保羅給我們解釋了 興起是升天 那回到呢 升天以後又回來 那是什麼 那就再來嘛 這解釋你還能有別的解法嗎 所以從 再講一遍 民宿記第十章 十篇六十八篇 第一節引用了民宿記第十章的 三十五節 然後十篇六十八篇的 第十八節說到什麼 你以升上高處 擄獵了那些被擄的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又在人間 甚至是在悖逆的人間 受了恩賜 保羅在以福所第四章第八節 就來解釋 這裏的 升上高處就是在吃什麼 基督在祂的 復活裏的 升天 而且祂升天的時候就擄獵了那些被擄的 然後將恩賜呢 賜給人 所以這樣一個過程 你看聖經一聲是不是奇妙啊 所以呢 沒有想 我想摩西啊 有一天見到他 問問他 你是不是真的有看見神經輪的全景啊 你會不會想要問問摩西啊 我說你當初這樣講話的時候 你是不是看過神經輪的全景 你是不是已經看見基督有一天要升天 基督有一天要再來 我不要他這麼回答 但無論如何呢 今天我們就理會 當他這樣講 這個兩節的話 居然就說出了神經輪的全景耶 好 我要不要把它背起來 約貴往前行的時候 摩西就說 約好花 求你心急 然後呢 約你的仇敵是善 約恨你的人從你面前逃亡 約貴呢 聽主的時候 他就說 約好花 求你回到你勝利的千壞人中 哇 這樣認識的聲音 我覺得是太太太太太 太寶貴了 你們不覺得太寶貴了嗎 我允ahr就感受一下 遵破了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